又有大花生 河马大爆料就是那个幕后的人操控他 他不甘被操控 所以大反击 因为那个人就说是爆他了 所以河马就反爆他转头 不过他都留了一线 他没有公开跟那个人的对话 其实一度是通电话 因为为什么要通电话呢 就不会留下痕迹 其实河马省是可以录音的 听电话也会录音的 所以他留了一线 也完全没有提到那个人的名字 但后来他也补充了一些资料是不小心的 其实也是那个的 又是谁 只不过不说名字大家再猜猜 他在中段也透露了一个重要资讯 就是那个人 别无他想 这一集也挺激动的 他的EQ 上集他是IQ EQ未识分 他的EQ控制不了 突然间会很大声的发作式的说话 是极之不冷静的 就说一开始有一个人 之前想和他合作 也从口供上有进行留言对话 也有通电话 因为通电话不会留下痕迹 也可以长谈很多东西 更容易明白 期间应该是不停洗脑 也说有六个人帮他 这六个人是不是都是自己同一个人 我整队特工队 如果可以 我什么人都有 最近这几天突然反面 因为河马 是不喜欢被人操控的人 我们中了 我说你是控制不了河马 还有河马这种人 因为他在风月 这样出来 见那些坏人也见得多 他也见很多坏人 他不知道有没有善过人 不敢说 但是他会见证里面 整个松林 不同的狮子野兽动物 怎样去保护自己 去到害人 所以你对待河马这人 是用一种超慢热的 他是会防人 防得很劲 但是我经常说一件事 你要去行骗 或者作一些不轨企图的东西 你不会搭鸡盘打连 你一定是要 去到某个时候 又要推进 那个鸡盘 那你一推进 你面对着这些慢热的人 就会反效果 我说了很多次 河马这人是控制不了的 在我们都未知 有这么复杂的发生之前 结果他是不甘受到操控 也是典型的 你在社会经历得多 有一种人就 我帮过你 我之前这样帮你 你不是当没事吧 然后你可能就心愿 你想怎样 帮我 你欠了人情 你不用还 他说 不想 欠人人情 而且他觉得开始被对方操控 所以大家就合作不了 声称对方是想操控自己的 而且很明确的一个动机就是 想跟着河马对付无良军司 即水哥俗称你们叫的 后来就反了面 还说有一帮人可以帮他 6个人 厉害说他的团队有6个人 这么厉害 河马一不受他操控 立即反面 然后对方就说 立即 要收回他2万元的 咨询律师费 因为他说之前 咨询律师花了2万元 河马皆不理你 当然这个不知道是 反了艇之后 反了面之后 对方 出于一个小人 去到 反屈人家2万 我之前跟你 谈 想着请律师帮你告那个军司 你不肯 我咨询了2万元 我贴了 我自己电了出来 你不是不准 是吗 又想反屈 最后是水味 骂得多少 你跟他讲价 1万元 他可能都会制 但是河马怎会 跟你制 你拿他2万元 第一他不知道有没有 惨不过你撕他的肤肉 2元他不会给 他说10元乞衣 几十天 讲了一星期 给一次10元乞衣 请人吃一个蛋撻 就讲几星期 你要屈他2万元 我想也挺难 你有把柄都未必屈得 举例 你又去什么照片 什么照片 你就公开 是吧 你要我给2万 小假 还有录音 河马说 只不过 他就留一线 其实是留一手 阿伯就说 一早就知道是一个奸诈的小人 只不过就免得打击河马 见你河马这么开心 阿伯 免得打击老婆 河马也说 最初以为大家目标一致 即是有个共同敌人 我上集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于是合作 目标一致 有个共同目标 不过 当知道他想操控我 我就不理他 他就说 这个人纯粹是想对付军司 对付水高 阿河就说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任何人的帮手 我从来不会承受别人的恩惠 我也不会被人收买 还有我根本就不用律师 这个错了 河马根本也不需要律师 河马那些你最初 如果跟他搭顺风车 即是你打算有情顺风车再下 他就和你坐一程 你要去落搭 要付出人力物力 他当然是坐在那里 因为河马现在深信 自己一人的力量可以做很多事 至于你说他还有没有其他团伙 他有提到有些朋友帮他 那些可能真的认识了很久 那些可能是乡里同乡 或者以前的契家佬 或者怎样 姊妹那些 那些是真的经过年月日 大家互相 确认了对方是怎样的一个为人 他就会相信 否则河马这些慢热的人 就算那时候 林作就摆明是 真的想做生意的 林作应该不会骗他的 也不理你 有个都挺好的 价钱 他真的做是找到那笔钱 但是河马也不做 他又会有防人之心 亦都自己是一个慢热的人 以及他见太多 那些坏人 我想 所以你要靠近河马很难 你要有更长时间 或者 你不怕的 你就先 河马我先给10万元 再谈 你够姜 给这10万元就厉害了 但是我想 应该没什么人肯 这样做 你说这个人想对付这个军事 我想都是为善气 那个人就不抵得你 你赚那么多钱 赚那么多流量 所以就 因度就惩恨 你想想 也挺可怕的 那些人其实 河马就不需要 然后阿八也一直说 一早跟我太太说的 这个不是好人 最重要 河马一直深信自己 一个人可以打赢官司 而且他不知多想在庭上 大发雷霆去数凑黑粉 向法官面前伸冤 他很想在庭上表演 你不让他表演 你不就是倒了河马米 大佬 应该是 请一些律师顾问 去支持你上庭 这样就能够哄他 河马这些 你不是那么容易哄得到他 你要是回答通河马的频道 可能回答在下方 座椅坐着那个位 那个部位 你要回答在那里才行 正常回答那条线 大佬那里就不行 大佬不是在大佬那里 所以弄错了 搭错了线 就窩可了 后来就说 声称会帮他找律师 但是 一拖就再拖 不停推迟 然后 延期 总之就各种拖自决 那就是没心找 你真是当作傻吗 阿伯也不是傻的 傻的 不是傻的 傻和傻又不一样 而且你一跟他说钱 他就不傻了 说其他东西他可能不懂 你跟他一说钱 没得不懂 何马就什么都懂 你一跟他说钱 又说 律师不是一找就找到 都要花几天时间找 因为说为什么 何马就说 不如我这几天 回香港 你当他上星期一 我上星期一回来 你哪个律师 你告诉我 我直接去见他 何马一跟他确实 对方就穿奔 露出破阵 哎呀 不是呀 律师也要找几天才找到 何马就这样 就识破了他 然后阿伯就无故爆响口 想答应 后来老婆大骂阿伯 后来两个人不想再在镜头吵架 他们都知道这些不好 但是这个位置 我现在封面这个側面样 就是他突然的面就骂阿伯 突然凌智一伯就爆 我哪有答应 然后阿伯就 立刻知道说错了 其实是想的 是答应 因为何马都挺讨厌 那个军司的 难得又有个人 说有个共同敌人 我帮你 类似可能搞垮他 或者怎么样 咦 有傻啊 最初他以为 是免费的 是吧 在个影片数丑他那些 原来不是的 想操控他 配合他 炒不同花生 所以何马最初是答应的 只不过他醒目 从来他都要否认答 后来就 各种 赖皮 我说我不是答应 我只是敷衍着他 不是答应 从来都没有想着要他帮 只不过他说到这么似层层 我只是敷衍一下他 然后后来发现他前言不对后语 才不理他 又说什么 一时有转账记录 一时又说花了两万元 帮何马 何马我哪有说要请律师 应该就是他心想 何马心想 你这个人这么热心帮我请 好啊 他心想 有吃不吃吗 难得你也是想对付他 好了恶座你一把 类似那些东西 他就有了录音 有了通电 有了这些通话电话 有了录音 总之他们否认答应是转化成 枯显 只是枯显着他 对方说得刺层层 因为他一拖再拖 觉得他也是说大话 一说到要见真律师 就 永远就说不可以立刻见的 说得几次 何白都知道 这个人也不是好 他说我那时就脑袋发热 脑袋发热 不知道什么意思 总之很兴奋 听到 听到对方 不停在说这广路 发表怎样对付他的对家 即是他仇家的大计 他听到很兴奋 即是神上线激增 所以就答应了他 但后来 其实只是肤显 因为慢慢慢慢沟通 露出了很多破绽 他经常贴着他 他说花了80万 最初说2万元 后来又说花80万 帮他 搞垮他的仇人 后来何马就说 不想欠任何人情 所以 没有跟他合作 因为 他说 欠了人情 随时又要无条件帮他 后来发觉 对方想控制自己 何马从来不吃这一套 后来也砌他生猪肉 唯有 现在反爆了 老八也说 算了 买个教训 吸取经验 过去就算了 即是对方一直 想试图操控他 操控什么 可能要去配合 去炒一些 花生 假新闻 这样那样 去make noise 或者去作一些 诬猎的指控 之前我们分析了 有人 应该给了一些 假的 证据给何马 何马是完全 完全有慈无孔 不怕打官司 他说到 你打官司对了 他的暗示就是 他应该手上 握着很多 想控告他的人的证据 那就不怕 打官司我拿出来 但那些 绝对是 可能不同人偽造给他的 这是何马是傻呀傻呀 他真的信了不知道 我们最早 三星期前发现 何马那么喜悦 喜刑于息 别人喜刑不露于息 他是喜刑于息 贴在臉上 焦织 沙尘 很开心 对吧 我得到一些东西 全部是一望就感受到的 原来 应该是早从于三星期前 我想 约磨 约磨两三星期 他以为这点 终于有运行 他说过的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他暗示 没有永远的敌人 现在呢 那时候有敌人 做了他的朋友 其实只不过是敌人的敌人 就是可以成为 战友 但是你拍着这个河马 他是诸队友 你跟他做队友 他都未知龙门在哪 就是踢了个球 进自己的门 最错 最错 就是想着 操控河马 河马是绝对操控不了的人 你就算有把柄也操控不了他 更何况是没有把柄 还要反给他拿着春代 因为你一跟他说钱 他就反你听 现在有了那些对话 有对话 没知 河马应该没那么聪明 就连电话都可以录音 但是不出奇的 河马 因为他说钱会很醒目 保障自己也会很醒目 他真的不排除录了 电话对话的录音 如果有人再逼他 逼多几脚 他感到自己埋了懸崖边 他就又再爆料 河马没什么输的 他都输了 他是无敌的 他金身不坏 金刚不坏之身 他完全是没有破绽 没有罩门 没有死穴 你一逼他 反弹又一招 又一个大招 还说 那个人给了一些片 然后后来 反艇又说找人打他 总之他结论反正这个人 就是和那个无良很大深仇大恨 就声称 总之 你帮我帮你 我可以令到 无良 带到他回来香港 我认为何马这个人 我认为他不相信 你不要当他弱智 他是猛一点 傻一点 说到个人利益 他一点也不傻 他很强警惕心的 一说到个人利益 这些不够老练 他在我面前 真宠是没用的 曾经这个人叫河马 不要相信其他人 河马和这个人通话 可能都不觉意爆响了一些东西 因为绝对有可能 这个人在通话时 套回河马的权料 你一招一招 套两套 就知道河马背后有什么 不用说得明白 和他聊两聊就知道 他说你不要相信那些人 你相信我 他就想 要全权操控到河马和河马 所以先要洗脑 然后要离间 让这个目标 叛变了 脱离了他身边所有人 才可以全程相信自己 河马说 他说你这样没用的 和我争重 我不受这些东西 最真的人 逼我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这种人的核心 性格 他背后那帮人 应该是他以前 在大陆时代 的一些 未说得上出生入死的 但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 大家互相信到大家 不简单的 河马不是 不是全都蠢了 我说过两个键点 你是操控不了他 你和他说钱 他不知道能够聪明 钱就是利益 一涉购到钱和利益 他一定要自己是最好处的 而河马是绝对不会被人操控的 即使有把柄 所以这件事 完全是错了 从一开始想 试图操控河马 完全是错了 后来现在说所有联络方式都拉黑了 因为完全完全地彻底反面了 还赠对方一句 你自己搞了 你有本事你自己对付无粮 还天天说要告我 你又上了庭 全部离开最好了 我一次过和你们在法庭见 天天用我来赚钱 后来最后 我留了一手 是他先爆我 我先爆他 他应该这堂事也有报警 他说了我报了很多次警 报了无数次警 下面留言区 人们叫河马报警 报了警了吗 我报了 我报了无数次警 之前八次报警 是他报的 只不过警察不知何时才会做事 我反过来说 他那句不是这么说 看看警察会不会做事 总之报了很多次警 我想包括这一次 也有报警 大家又来看看 这都讲得长了些 今集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记得按过订阅支持一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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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